水电是一个再传统不过的行业 并且资产极重 可以说是各个行业里边资产最重的 自由现金流经常是附属 但相比之下 这个领域是电力细分行业里最好的 不过我们今天研究的是一家 不太纯正的水电类上市公司 湖北能源 它的发电类资产包括有水电 火电 风电和光伏 除了发电资产 还有盈利能力一般的另外两项业务 煤炭贸易和天然气的输送 煤炭这家公司 我们重点分析两个问题 第一 借助业绩拆分 来了解发电类企业的商业模式 第二 这家公司当前的估值是否合理 后续我们也会专门对比分析 几家更纯正的水电类上市公司 湖北能源算是一家综合的电力公司 15年通过定增 控股股东由湖北省的国资委 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隶属于三峡集团 三峡集团旗下还有另外两家电力公司 长江电力和三峡能源 不过彼此之间的发展定位不同 也不存在业务冲突 湖北能源的定位是湖北省能源安全的保障平台 核心资产主要集中在湖北省 2023年的上半年 营收构成如下 发电收入类占比是73.4% 其中火电为43% 水电18% 风电6% 光伏7% 剩余还有各占13%的煤炭贸易和天然气输送业务 煤炭贸易和天然气输送虽然从能源供应来看 战略意义非常重要 但并不是为公司创造利润的核心资产 我们把这部分业务剔除掉 只分析发电类资产 发电类企业的收入等势 是发电量乘以电价 目前国内上网电价的定价是非市场化的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 电力基本上不愁卖 在需求端稳定 产品价格也稳定的基础上 业绩增长其实就是看产能的高低 而装机量代表了产能 发电量代表着产能利用率 两者的关系是 发电量等于装机量 乘以发电设备的平均利用小时数 所以一家发电类企业 想要提升业绩 只有一个方法 建电站或者是收购电站 为了了解湖北能源 未来的电力产出情况 关注的重点就是固定资产和再建工程 固定资产代表了现有的装机量 而再建工程和资本开支 意味着未来将增加的产能 截至2022年年末 湖北能源电力装机总量是1241万千瓦 具体构成是水电的装机量占比为37% 火电占比36% 光伏和风电合计是27% 22年开始公司大幅的提升了资本开支的金额 资本开支占营收的比重也有15% 提升到了30% 而三年上半年这一战比还在继续提升 年报中披露的代建项目计划装机量高达510万千瓦 多数为可栽生能源 粗算下来至少未来的两到三年内装机量的增幅有65% 而更远期的核准项目计划装机容量也高达516万千瓦 所以可以确定的是湖北能源未来的电力产出 增长主要来源于光伏和风电 以及刚刚开工的抽水蓄能电站 产能的增长是比较确定的 但是公司22年以来的业绩表现却并不乐观 主要的问题出现在水电和火电上 湖北能源的水电资产主要集中在青江流域 是长江流域的支流 22年以来青江流域迅期持续高温干旱 来水严重偏枯 导致了水电的发电量减少 对比长江干流的三峡电站 发电量的走势与湖北能源也基本一致 所以水电的收入和利润同比增速 在22年和23年的上半年都显著下滑 主要原因是天气原因导致的来水量减少 火电收入在21年以来维持稳定的增长 但是净利润却连续两年亏损 公司的火电包括有燃煤发电和天然气发电 以燃煤发电为主 火电的成本是各种发电方式当中最高的一项 其中的大头是煤炭采购成本 占比高达85% 21年和22年煤炭的价格高居不下 导致了公司的火电收入维持稳定增长 但是利润大幅下滑 电厂应对煤炭价格上涨的主要方式 是获取长鞋的煤资源 为了争取长鞋煤资源 湖北能源以股权合作等多种方式 争取了中煤集团 闪煤等重点煤企的长鞋资源 2023年上半年 公司长鞋煤的占比 已经由20年的35% 提升到了84% 但即便如此 也只能稍微缓解成本的压力 与其他发电方式相比 火电的成本依然是最高的 业绩的增长 还是要依靠水电和新能源发电 与火电相比 水电成本的优势非常突出 水电的主要成本 就是前期的建设和后期的折旧 大致占到总成本的50% 通常水电站发电机组 使用的寿命一般为40到50年 大坝的使用寿命 可以达50到150年 远远大于折旧寿命 随着电站折旧逐渐计题完毕 水电业务的利润也会稳步提升 对比湖北能源的单位火电成本 和水电成本的构成 水电成本只有火电的一半左右 水电与其他发电方式比较 最明显的优势就在于 发电量稳定 单位成本低 接下来我们看公司的估值 保守起见 我们忽略掉起到能源安全保障作用的 煤炭贸易业务和天然气输送业务 只关心发电类的核心资产 重资产行业更适用的估值方法 是从净资产出发 公司发电类的核心资产包括有水电 火电 风电 和光伏 根据公司财务报表的复注中披露的 我们可以找到每一类发电业务的净资产 对三类发电资产的投资回报率 做简单的分析 可以发现盈利能力较好的核心资产 是水电核心能源资产 其中22年水电发电量减少 影响了整体的投资回报率 公司水电的核心资产都位于青江水电子公司旗下 该子公司历年的投资回报率 甚至高于了长江电力 我们把水电 火电 新能源发电 三项净资产加总 作为公司的核心净资产 在与财报发布日 公司的市值去做比较 得到了核心资产的市净率 借助这一笔值 来判断公司的估值到底是否合理 当然这种方法是最保守的 没有考虑任何可能的隐形资产 也不考虑未来的电站的扩张 仅供大家参考 关于水电行业更深入的展开 我们后续节目继续介绍 起底湖北能源 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 发电类企业是非常重资产的模式 电力的装机量代表着产能 发电量代表了产能利用率 判断一家电力公司未来收入的增长 关键是要看资本开支 或者长期股权投资 来判断公司是否有建电站 或者是买电站的打算 第二 各种发电模式中水电优势是最突出的 发电量稳定 单位成本更低 第三 湖北能源的低估值 主要原因是火电收入占比较高 煤炭和天然气贸易业务占比较高 想要更合理的估值 要从公司最核心的发电资产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